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 著名画家八大山人 朱搭 在画一幅山水画时 画了一半就停下来了 他的学生问他 老师 为什么不把山画完呢 八大山人笑着说 山已经在这里了 只是你看不到罢了 这就是留白的妙处 让人们在空白中看到无限的可能 再来看看极简主义 这个现代艺术流派强调 少及时多 追求简洁和纯粹 其实 极简主义和水墨画中的留白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简主义的艺术家们也常常利用空间和简单的线条来表达深刻的意境 这种空灵的感觉 正是两者的共通之处 举个例子 极简主义建筑大师 路易斯·康 路易斯·康 曾说过 光是建筑的灵魂 他在设计建筑时 会特意流出大量的空间 让光线自由的流动 创造出一种空灵的氛围 这和水墨画中的留白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通过空间的运用来达到一种超越具象的美感 总结来说 水墨画中的留白和极简主义的空灵 都是通过少来表达多 让观者在简单中体会到深刻的意境 这种艺术手法 不仅考验画家的记忆 更考验他们的心境 希望大家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时 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妙趣和智慧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下次再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京剧的色彩 从京剧看印象派的色彩运用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京剧的色彩与印象派的色彩运用 你们可能会问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别急 替我慢慢倒来 首先 我们来看看京剧 京剧的脸谱色彩可谓是五彩斑蓝 红 黑 白 蓝 绿 各种颜色在演员的脸上交织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每种颜色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 比如红色代表中勇 黑色代表刚直 白色则常常用来表现奸诈 京剧的色彩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更是为了传达角色的性格和命运 现在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19世纪末的欧洲 印象派画家们正在用他们的画笔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印象派的色彩运用与京剧有一曲同工之妙 他们打破了传统绘画的束缚 开始用鲜艳的色彩和大胆的笔触来表现光影和瞬间的感觉 比如 莫奈的《睡帘》系列 色彩的运用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水世界 那么 京剧和印象派的色彩运用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 两者都在用色彩讲述故事 京剧通过脸谱的色彩传达角色的内心世界 而印象派则通过色彩的变化捕捉瞬间的情感和光影 可以说 色彩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有趣的是 京剧的色彩运用其实也影响了西方艺术 二十世纪初 许多西方艺术家开始对东方艺术产生浓厚兴趣 京剧的色彩和形式感也成为他们灵感的源泉 比如 毕加索就曾在他的作品中借鉴了京剧的色彩和线条 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所以 同学们 当你们下次看到京剧演员脸上的色彩时 不妨想一想 这些色彩不仅仅是为了表演 更是为了传达一种深刻的艺术理念 而当你们欣赏印象派的画作时 也可以感受到那种通过色彩传达情感的力量 总之 京剧和印象派虽然分属不同的文化和时代 但它们在色彩运用上的共通之处 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无国界性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们对这两种艺术形式有更深的理解 也希望你们能在生活中发现更多色彩的美妙之处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饺子的包裹 从饺子看立体主义的层次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看似简单 却充满哲理的主题 饺子的包裹 你们可能会问 饺子和立体主义有什么关系 别急 听我慢慢地来 首先 我们来看看饺子 饺子 这个中华美食的代表 外表看似平凡 但内在却蕴含着丰富的层次 饺子的制作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立体主义的艺术创作过程 立体主义 顾名思义 就是通过多层次 多角度来表现事物的本质 饺子正是通过其独特的包裹方式 展现了食材的多样性和层次感 想象一下 当你拿起一张饺子皮 放上馅料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包裹起来 这个过程就像是立体主义画家 在画布上构建他们的作品 饺子皮是画布 馅料是色彩和线条 而包裹的过程 则是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立体的艺术品 饺子的馅料 可以是猪肉 牛肉 鸡肉 虾仁 蔬菜等等 每一种馅料都代表了不同的色彩和质感 当这些馅料被包裹在饺子皮中时 它们的味道和质感 在咬下去的那一刻得以释放 仿佛一幅立体主义的画作 在你眼前展开 再来看看饺子的形状 饺子的形状多种多样 有月牙形 圆宝形 扁平形等等 这些形状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更是为了在烹饪过程中均匀受热 确保每一口都能品尝到完美的味道 这就像立体主义画家 通过不同的角度和视角 来表现物体的多面性 使观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欣赏到作品的美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传说在古代 有一位饺子大师 他的饺子不仅味道绝佳 而且形状各异 宛如艺术品 有一天 一位立体主义画家 来到他的店里 品尝了他的饺子后 神受启发 于是 这位画家回到家中 创作了一幅名为 饺子的立体主义的画作 成为了艺术界的经典之作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吃饺子的时候 不妨停下来想一想 这个小小的饺子 其实蕴含了多少层次和艺术的奥秘 饺子不仅仅是美食 更是立体主义的完美体现 希望你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记得回家包几个饺子 体验一下立体主义的乐趣 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专注于将复杂的艺术理念 以风趣幽默的方式传达给大家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水墨画中的留白 金具的色彩 以及饺子的包裹 水墨画的留白教我们如何在空白中找到无尽的可能性 极简主义和水墨画在这方面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具的色彩则让我们看到了东方艺术对西方印象派的影响 色彩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 更是情感的表达 而饺子的包裹则让我们领略了立体主义的层次感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饺子竟然可以与立体主义挂上钩呢 这些艺术形式看似各自为正 但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通过简单的元素表达深刻的意境 无论是留白色彩还是层次都在告诉我们 少及是多简单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灵感 如果你也对这些话题有自己的见解或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讨论 我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反馈和问题 毕竟艺术总是在交流中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记得下次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带来更多有趣的艺术话题 谢谢大家再见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分享一下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great dragon great dragon great ancient streets speed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og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conference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deck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will change the cars marching from the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may st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bea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deck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war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beats west th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the minds explore east beats west th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dreams ready to die let's let's to die so honour know